我们今天早上讲第一大段的基本原理的观念 A. 神学以外不同学科的基本原理 2. 神学以外的基本原理 B. 那里我们说神有本质的原有的或者是原始的知识 人是有类比的知识 神是无所不知道包括他认识他自己 这个叫做原有的 人的知识是身为神的形象在这个本位上有的 下面有一行说勒格斯 那我说波克夫用勒格斯来解释 神借着勒格斯就是神借着圣子 他说有道那个道 来赐给人理性了解万物 是寻找初期教父尤斯丁还有尔利根 尤斯丁 游勇的有尔 尤斯丁尔利根 尔国的尔他们对勒格斯的理解 而他们对勒格斯的理解呢 又来自斯多亚派的希腊哲学 所以呢 基督教的传导人牧师 尔斯丁跟尔利根都是当时最出色的传导人 的两位尤斯丁是寻道的 尔利根呢是220年上下这段时间最聪明的最有学问的最有哲学研究的传导人 但是呢他们用了世俗哲学的观念 勒格斯这个词不仅仅出于约翰福音 也出自斯多亚的哲学 那约翰用勒格斯这个词呢 是圣灵感动 莫斯他用的 但是呢尤斯丁特别是尔利根用的时候呢 就好像我们说 中国老子的道跟圣经的道是同一个道 这样子呢就把世俗的对道的观念都带进到教会的圈子里面 那勃格斯呢也好像没有脱离 尔利根用勒格斯 当然他用的很小心 但是总之呢至少有一点勃格斯是确欠的 就是他没有说到最怎么样影响到 勒格斯给人的思考能力 所以说人的思考能力是从神来的 从耶稣基督来的 这个不是坏事 但是要说清楚 至少要用人的四种的状态来说清楚 不然光是用勒格斯来说明人的理性思考能力的来源的话呢 很容易就把犯罪多了之后世俗的思想当作是神要给我们的思想 神要我们怎么样思想 把世俗的跟神的心意混淆 那今天教会中外的教会正在犯这种的错误 另外一点呢 我在白板上右手边有一个图 这个图大家有看清楚 这个红的那里是一个方块 是一个颈 颈里面左手边再来一个虚线 把最左边那一排又分成二 这个说明了神的普遍启示和神的特殊启示 就是圣经等等不同的知识的来源 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这个图上面 人的知识来源至少有三 第一是从神而来的 从神而来的就分特殊启示圣经和普遍启示 还有从人来的 当然人本身也是普遍启示的所在 然后从世界 所以呢你也可以说从神那个就是圣经 然后从人跟世界 从神的普遍启示 我们得到一些知识 不过不要忘记 不论是从神从人从世界来的知识呢 我们因为罪的缘故 都常常扭曲了这些的知识 好了 左边知识的内容 我们人所知道的东西 不外是认识神 或者是包括灵界 认识人 然后认识宇宙 好我们就拿这个小小的表来讲一讲 所以呢 这个井字这个方块里面 上面的第一行就是神学 或者宗教神学 认识神 怎么样认识神 主要是从圣经和普遍启示 不过也不排除 我们观察人的身体的构造啊 观察人类 观察宇宙 不过当然需要从圣经的角度来 来审视我们 对人的观察 所得到结论 我们观察世界所得来的学识 都要从圣经来审视 来检讨的 好 第二排呢 是认识人 认识人 第一是需要圣经 还有神的普遍启示 然后呢 我们也去观察人 研究世界 研究世界得来的就是文化 人类学啊 等等 历史啊 观察人所得来的心理学 那从神的启示来认识人呢 就是圣经的心理学 合服圣经的 不等于说 所有神学院所教导的辅导 都是合服圣经的心理学 今天神学院讲的教务辅导学呢 大部分都是不合圣经的 都是从世俗的心理学 就是人 就是观察人 做一些的理论的猜测 所定下来的结论 所以总之要从圣经来检讨 我们怎么认识人 第三排是认识世界 那这个包括历史 科学等等 那人要认识世界呢 首先要有圣经 做我们的主导 圣经来检讨我们怎么样从研究人 研究世界所得来的知识 圣经要检讨 所以不论哪一个学科 哪一类的知识 都需要有圣经 有全并的神的话语 来检讨我们从人 从世界得来的知识 好这两个是刚才上午 我们需要再解释一下的 好了我们上午讲 开始的讲宗教 我们讲到了这个圣经里面 客观的宗教 有神的律法 诫命 训辞 判断 典章 耶稣基督 兵他丁十字 加根复活 复因信仰等等 主观的呢 就有敬畏耶和华 敬畏的心 敬虔的心 不过信约神经中最多的是信心 是信心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 什么是信心 在古典的希腊文 就是圣经以外的 新约圣经以外的希腊文 信心 Pistis Pistis 这个字呢 至少有两重的意义 第一 A conviction based on a testimony of another 基于 另外一个人的 见证 的 所得到的 确信 我有把握的相信 这件事情 因为有一个见证人 做见证 第二 第二的定义呢 第一个用法就是 Trust in a person whose testimony is accepted 信心乃是信任一个人 因为我们接受他的见证 再来一次 第一呢 是我们有把握的相信一件事 因为有见证 第二 我们相信一个人 因为他的见证是可靠的 所以不论是信一件事 或者一件人 都跟见证或者见证人有关的 在古典的希腊文里 这种的信任见证 这个意思呢 并不明显 就是说在讲到信 希腊的诸般神明 希腊的文字呢 并不突出这种的意义 但是呢 在新约圣经里面呢 就非常的明显了 讲到我们荣耀的 救赎的福音的时候 人呢 是需要以信心 来回应神的救赎 这种的信心 就是好像孩子一般的 信靠神的恩典 同时呢 也是 这个信心本身呢 就是爱神 和服侍神的泉源 所以信心呢 不仅仅是一次决志 举个手 那个决定 是内心的信靠 以至于我们爱神 以至于我们服侍他 这种的信心呢 并不是我们里面 已有了固有的 一种的宗教情操的表现 不是的 那是圣灵超自然的工作 所带来的 所以敬虔呢 服侍神呢 这些呢 都是来自信心 所以信心 一方面我们有外在的 神的律法 神的福音 里面以信心 而信心所带来的 爱和服侍 来回应 总的来说 我多加多一句 是伯格夫没有讲的 就是说 这个就是整个 你把这个客观的 神的律法跟福音 跟人内在的信心 和服侍加起来呢 就是约 就是整本圣经所讲的约 所以 真正的宗教 真正的信仰 就是回应神 这位立约守约的神 回应他的约 以信心 爱心 爱神 服侍他 来回应他的约 来守他的约 伯格夫说 宗教 是人类生活里面 最普遍的一种的现象 人好像是情不自禁的 会去找一个宗教 去信仰的 这个并不稀奇 因为神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 所造的 神就是要人 神的 神对人的旨意 或者说 人的归宿 人的所谓命运 就是要与神 有交通 与神 这样子一同的生活 是的 人已经离开神 堕落了 但是他的堕落呢 并不意味着 人 在人里面 神的形象 完全 丧失 不是的 比利斯信条 比利斯信条呢 是很早的 其实比利斯跟荷兰 是同一国家 很多时候啊 所以比利斯信条就是指荷兰 当时加尔文有份影响的一个地区 比利斯信条在第十四章这样说的 就是堕落之后人了 堕落之后人了 他失去了 从神而来的 美好的卓越的恩赐 只存留着一点点 不过呢 存留着一点点 这个残余啊 是足够叫人无可推诿的 多德信经 第三 第四章 这样说的 自从人堕落呢 在人里面 存留着 自然之光的一点点的 残光 一点点一点点的 很弱的光 根据这个光呢 他存留着一些 关于神的认识 还是认识神 认识自然的东西 也能够分辨是非 同时呢 在社会上我们会发觉 人还是会尊重美德和秩序的 也懂得怎么样 在就是带人 处事的时候呢 懂得怎么样有一种的秩序和规矩 这个是多德信经 这些存留下来的 残余的光呢 是不足够使人得救的 甚至乎呢 人呢会误用 这些的 残余的光 不论是在 关于自然 或者关于社会的事 就是不论 不论是科学 或者在 社会上呢 人都误用 神所留下的光 同时呢 这个残余的光呢 就足够解释 为什么 在人类不论文化 多么的开发 或者不开发的民族中间 都有 某一种形式的宗教 为什么每个民族都有宗教 就是因为有 神的亮光的残余 不过不论这个现象 在世界各国是多么的普遍 这个并不表示说 学者呢 同意究竟宗教的核心 宗教本质是什么 光是基督教的 教会的历史中 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关于宗教是什么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 历史上 对宗教本质的 观念 第一 早期教会 还没有讲早期教会之前呢 我们知道在 罗马书第十二章 第一节告诉我们 我们要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宗教 圣经对信仰的一个的定义 另外呢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第二十八节 还有 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 最纯洁的宗教 最纯洁的宗教 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去照顾那些孤儿寡妇 还有自己呢 不让这个世界污染等等 好 早期教会有 Lactantius 他是第四世纪初的一位基督徒 他说宗教就是 Recta verum deum cognosendi et colendi ratio The right manner of knowing and serving the true God 正确地明白 认识神和服侍这位真神的方法 那我们暂时就不去谈那些 究竟他是对啊还是不对啊 光是讲认识和服侍 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啊 因为这种的讨论 可能不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知道 早期其中有一位长达人 说宗教就是正确地认识神 服侍他的方法 好 中古时期 中古服侍时期我们知道呢 因为罗马天主教的权柄的缘故呢 信徒的生活 大部分是外在的礼仪 去望弥撒 去神父那边认罪啊 念经啊等等 那所以呢 教会就注重外表的礼仪 可能就忽略了内心的情操 就是对神的心 这种对守仪式的重视呢 到了经怨主义 圣经的经 书怨的怨 神学怨的怨 经怨主义就十一 十二 十三世纪的时候呢 就达到一个高峰 因为教会的权柄和传统的权柄 远远高过圣经 所以圣经也不被一般的信徒看得到 教会也不让圣经流到信徒的手上 所以呢 认识神 对神的知识就降到最低最低了 当时呢 Aquinas 多玛 Aquina对宗教的定义乃是 The virtue by which men render to God To God the required service and honor 宗教就是人要给神的 也就是神所吩咐人的 侍奉和敬拜 这种的 侍奉和敬拜的能力就是宗教 这样子呢 对不起 我说能力 Virtual这个词可以翻成能力 也可以翻成美德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宗教就是人服侍神 尊荣他的美德 这样子呢 宗教呢 就变成是人类里面多种不同的美德的一种 那所以呢 宗教就跟服侍神 这个服侍呢 就差不多是完全连在一起的 阿quina呢 又分辨出有神学上的美德 然后呢 道德上的美德 神学上或者以神为导向的美德 就是信 望 爱 这些呢 都是以神为对象的 信心 爱心 盼望都是指着神 第二是道德的美德 就是公义 坚韧 谨慎 节制 Justice Fortitude Prudence And Temperance 而宗教呢 就是公义的一部分 因为 In religion Man renders to God What is his due 人的宗教就献成给神 应当所献成给神的 英文是 Render to God What is his due 还给神 他所配得到的 那这个 这有点公义的意思就是说 是理所当然的 神是配得我们的敬拜 配得我们的服饰的 这个是阿奎拿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道德 伦理学的观念 就是 你要 给别人 包括给上帝 他们所配得的 那这个定义呢 有强调到人的内心 不过呢 主要是讲到侍奉 伯格夫就说了 宗教不光是服饰 还是我们心里的状态 服饰跟敬拜是 表达出我们心中的状态的 托马阿奎拿的定义呢 今天还是能够看 在天主教的教科书里面 可以看得到的 好了 宗教改革 宗教改革的时候呢 路德加尔文 他们当然是反对 罗马天主教 把宗教生活说成 只是外表的首遗师 他们认为呢 真正的宗教就是 属灵的与神的交通 加上对祂敬畏 敬虔 而这次的果子就是 充满着感恩的敬拜 和充满着爱的服饰 加尔文是这样说的 Such as pure and genuine religion 纯正的 真正的宗教 就是真正的信仰 就是真正的 confidence in God 信任神 加上严谨的敬畏 而这个敬畏本身就包含了 敬虔的态度 还有律法所要求的 一切的合理的敬拜 敬虔包括敬拜 敬虔包括敬畏 对不起 敬畏包括敬虔 敬畏包括敬拜 所以加尔文就讲到 这个信任敬畏 敬虔敬拜 这个才是真正 敬虔的宗教生活 所以宗教是什么呢 应该是我们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与神的关系 我们与神的关系呢 是一个有意思的 就是自发的 自动的 voluntary 自愿的 与神的一个属灵的关系 expresses itself in life as a whole but particularly in certain acts of worship 这种的敬虔敬畏呢 是在整个人生表达出来 不过特别在敬拜里表达出来 这里有内在的敬虔 cultus internus 还有外在的敬虔 还有外在的敬虔 内在就是信望爱 外在的就是教会的敬拜 还有教会的服事 然后呢 他们也讲到外在的宗教 对不起 客观的宗教 还有主观的宗教 主观的宗教就是我们内心的态度 有圣灵 他的大功 恢复了我们原来的心 然后呢 是由客观的 就是神的话语的宗教 来带领来管理的 也就是说呢 神在圣经里面 已经决定了 人应当怎么样的爱慕他 敬拜他 服侍他 才是让他喜悦的 而罗马天主教 还有后来的重启派 他们强调的都不是这些 就是强调will worship 以意志来敬拜 所以 真正蒙神愿纳的宗教 蒙神愿纳的敬前 是一个 the really characteristic disposition of the soul 是人灵魂里面 内心里面的态度 敬前 敬畏 fear 再次敬畏 reference 信心 faith 还有依靠神的态度 这些都是人内心里面的情操 那下面有一段呢 伯克福呢就讲到 奥图 Rudolph Otto 奥图是当代的 我忘了十九还是二十世纪的一位研究宗教的 他去看不同的宗教 他说呢 不同的宗教对他们的神有一种的相同的感觉 可以说是身为被造者的感觉 the emotion of a creature 感觉到那个神明的绝对的威严 无限的能力 自己的微小 自己的无助 那这个是当时呢 十九世纪末二世纪初一位宗教研究学者所讲出来的 其实我们重要要讲的就是说呢 或者伯克福呢 有一点点的 是有点过时 就是七十年前他这样说 我们今天可以说 什么是敬虔呢 就是既然神在约里面 给了我们称义成圣 简单的说 在约里面给了我们耶稣基督 和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切 特别是称义成圣 加上各种的福分 喜乐平安清洁的良心等等 宗教就是回应 回应神的约 回应神的救赎 透过可能有一本书呢 我们对我们很有帮助的 就是爱德华之写的 宗教情操真伪变 里面讲到神所喜悦的心 包括哪一些的心态 信心爱心盼望 敬畏他 敬拜他 顺服他 以他为乐 以他为望等等 那下面有一段呢 我们又要讲到 现代的宗教观 我们下一堂 又要进入到 理性主义跟新派神学的宗教观 请不吝点赞火